你要超过四个克,能量不平衡了,四个克它的时候,你还用它干啥呢? 该解救它等于是这样,明白意思了吧? 这叫能量的转化,能量的取用,也叫功位的取用 哪个功位好,我用哪个功位,哪个功位不好,我就不用哪个功位 其实从这个机械转转转门里边,咱们也能看出这些事 你只要把这个功位的能量考虑,值得有能量 我出门,我办啥事,我跟人家合作,你搞对象,求财,布局,都在这个里边 这是你的能量最大的地方,这才告诉你在哪布局 你一个挂里边,有一个功,能量好,你看看这个功是啥呀? 是你的官的,还是你的财呀? 你把它往这儿一放,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功,现在都可以布局 我把丁的东西放进去,人的东西放进去,生物的东西放进去 天坡的东西放进去,支付的东西放进去,它要是在你的财的情况下 你在空工,你就把这东西向你,组合的向你,放上东西,保险给发财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功是在这个局里边能量最大的地方 所以说我对他来说,我就补,这也叫补 咱们现在还没讲一个补 就顺便说到这儿这个能量的问题 这就是怎么布局 这就是七分九句里边的那个思路 所以说,有些别人他怎么说,反正我都是说,我认为我这个理论,祖传的这些东西,组成 我也用,也在不断的实践,也在不断的收获,为什么收获呢?别人收获了,给别人弄得清,别人收获了 但是我也收获了,得给我点钱的,我给你付给钱,是吧? 就这么的事 所以说,对这个七分九句的时候吧,咱们在讲的时候 我提前,我什么时候讲课的时候,咱们把这个,先这个符号吧,一点一点,咱们慢慢往那儿引 这些东西,这些符号,你得慢慢你得消化 也就是说,你今天迷茫,没事,明天迷茫,没事 干到后天,再迷茫一天,干到第四天的时候,你要再迷茫,可都不行了啊 现在没事,现在迷茫没事,其实我跟你说,迷茫啊 明天,今天咱们把这个着实基础的讲讲 明天把这些那个,基础咱们还讲半天,正去讲半天 下午咱们正去讲那个,卦 其实我跟你说,一讲卦的时候 你在这思路都有了,干一用的时候,什么叫科格啊 什么叫富艳南,卦一出,我们都知道咋个事了 包括端话,明天下午咱们就开始这些 你都知道咋回事了,哦,今天讲的那个是怎么回事 不懂的呢,我也知道在书的哪个位置 我可以翻回来,可以看看 你说以家新了,是啥意思 那么丁家仁了,是啥意思 我可以翻着一下,我可以看着一下 请你咋给人家判断呢 明天上午咱们讲这个思路 下午咱们开始想卦 希望咱们一会儿,咱们回去,回去以后吧 晚上把这个资料带给旅馆里 带旅馆里边,都看看咱们今天讲的 其实咋说呀,今天讲的,我不要去你们,你背下来 但是呢,希望你们都认识他,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假也好,乙也好,病也好,丁也好,今天咱们讲的一天了,犯鼻孔正常 很正常,犯鼻孔 所以说,大家估计把今天讲的课 往后看也没必要,你都把前面翻一翻 你做做点笔记,把笔记也看看,就能讲的啥 行了,今天咱们都讲到这儿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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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先 있으니까 �先生 记者 小